好 最新消息人来看到是在实践大学的高雄校区 有一个服装设计系大四的男学生 自己很喜欢做一些服装的设计 虽然自己是男孩子 但是每天都会穿自己设计的女装来上学 甚至还会化妆哦 赶快连线给记者张欣怡告诉大家 欣怡 这任主播可以看到 许同学是身穿了连绳的国旗装 加上黑色丝袜 甚至脚踩高跟鞋 将长发盘了起来 化上淡妆 不说根本不知道 一脸轻臭的他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儿生 原来二十二岁的同学呢 因为评审遗迹自己设计的衣服 若是不敢穿要怎么卖给别人 让他从大二开始就每天穿着 自己设计的女装来上学哦 我们来听一下他稍早的访问 然后就是我们做服装的时候 就被评审他会来我们学校评计 然后他就会说什么 你们自己做的衣服你们敢穿吗 他就用这句话否定我们的学生 所以这句话其实听在我心里的时候 我觉得很不甘心 非常不服输 因为像我就是一个敢穿出去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你的这段话是有人可以打断你的 许同学呢 就读高雄实践大学设计去四年起 从大二开始就天天穿着 自己设计的女装来上学 为了搭配服装呢 还会每天刮胡子除脚毛 许同学表示虽然走在校园内 还是会被同学指指点点的哦 但只要一想到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 就直呼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将镜头交还给同类主播 好我们谢谢心意在现场帮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了